亚罗斯拉夫特罗菲莫夫是华尔街日报的首席外事记者 这次受台大新闻所之邀 以我的外交记者生涯 从乌克兰到中国为题发表演说 分享他作为外交记者的生涯经验 以及在占地的观察 并且以无二战争为借鉴 为台湾民众带来启发 这一位记者他非常的优秀 因为他连续两年 2022跟2023都是普利兹奖的国际新闻的最后的入围者 所以可见他对于国际新闻的报道 这个是得到美国最高的新闻奖的荣誉的肯定 那他其实也有得过其他的奖 那这么优秀的一个记者 而且他今年他入围的作品就是报道乌克兰战争 那这一位记者他本身其实他是乌克兰人 他谈的就是说他作为一个国际新闻记者 他的生涯 然后呢 从乌克兰到中国 那这个其实就是刻画了他长久 他其实有20多年的记者的资历 那他长期在国际事务的报道 他报道过 其实他报道过伊斯兰世界 报道过阿富汗的议题 报道过伊拉克战争 报道过乌克兰等等 那他分享了 我想他这里面摘要几个他刚刚所分享的重点 那当然第一个很重要的是说 做一个国际新闻的记者 他每次到一个新的不同的国家 他都必须要做非常充分的准备 那这个充分的准备呢 他当然比如说要阅读书籍 因为我想记者不可能你就是空手到一个现场 可是他一直再三强调 要当一个好记者 他认为最重要的特质 就是要保有好奇心 那他认为说好奇心会驱使你 想要去探索世界 驱使你会去 愿意追求更多的知识 了解各个世界 各个社会所发生的事情 跟探求真相 那我想从 尤其他今年的入围的作品 是乌克兰战争 那台湾人我们其实对乌克兰战争 是非常有感 Yaro他就从他的报导经验里面 其实也告诉我们说 其实在乌克兰战争 为什么本来大家都以为说 两个礼拜可能乌克兰就会被拿下来 可是在这个战争已经延续了一年多了 他认为这最重要就是乌克兰人 他们抵抗的意志 所以这个不只是一个像 Zelensky这样的一个领导人而已 他认为是全体的乌克兰 他们珍惜他们的民主 所以他们愿意为保卫他们的国土 保卫他们的民主价值而奋战 那这个也是 Yaro最后 它其实也是给我们台湾人 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乌克兰战争 如果要为台湾有提出重要的意义 我觉得那就是对我们台湾人来讲 我们难得走到这一步的这个民主的成果 我们要接下来用什么样的决心跟行动来捍卫 讲座还特别邀请中央社总编辑陈振杰 以及世代文化创业群创办人周一成 共同参与讨论并分享他们对乌尔战争 与国际事务的看法 陈总编辑他当然新闻资历非常丰富 而且他其实也是国际新闻记者出身 那陈总编他自己也曾经派驻这个华盛顿 也曾经派驻到叙利亚 然后呢他还是在第二次的波安战争呢 全球第一个发出波安战争的讯息 比CNN还早半个小时就发出讯息了 那我们今天的第二位回应人是周一成先生 那周一成先生呢 他是在大道成经营了 跟年轻人经营了非常多的大道成在地的文化 跟商业的活动 那他当然不只是一个 从事商业活动的一个businessman 那他早期他就参与台湾的很多的政治事务 那现在也是其实是在社群媒体上 非常活跃的一个政治评论家 所以他对国际事务非常的了解 那这一次我们就特别邀请这两位 也来担任我们今天主讲人他的回应 在中加宽平的赞助下 台大新闻所每年都会举办数场讲座论坛 从在地到国际 以多元角度探讨媒体产业与新闻发展 当然我想传播现象其实是非常的繁杂 或者是说百花齐放的 可是新闻还是传播议题里面 其实非常重要 尤其新闻对于一个民主社会 可以让人民知道资讯 真实的资讯 而且这个资讯它不只是说 告知我们这个社会有什么现象 它同时也在监督政府 它同时也在维持一个社会的民主品质 那我们今年就非常幸运的 我们其实邀请到非常多专家 来解析台湾的地方新闻 那今天我们谈的是国际新闻 那其实地方跟国际 这个是一体两面的 我们每一个人 其实我们都是台湾人 可是我们其实也是全球人 那我们在 虽然身在台湾 可是我们台湾的命运 也跟这个全球社会 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我们当然也同时要关系 国际社会里面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两个小时的讲座 在三位来宾热烈分享 与在场媒体学生 踊跃发言下圆满结束 台大新闻所透过举办论坛讲座 也为台湾新闻与媒体发展 尽一份心力 记者领席会议台北报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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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